比斯省今日新增799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再多1宗死亡病例 而当局最快今个星期五开始 向70岁以上长者 以及幼稚园到12年级的学生 派发快速检测套件 谭英琪报道 比斯维生厅长迪德安表示 省府已经将86万5千套新冠病毒快速检测套件 分发给省内的药房 由今个星期开始 将向幼稚园至12年级学生派发 而符合条件的人士 亦都可以去社区药房 免费获取快速检测套件 他表示 每位省民每28天只可以获取一盒快速检测套件 里面含有5次病毒检测套件 省民必须出示BASI服务卡 提供医疗健康号码确定身份 此外省府也都宣布 联邦卫生部已经批准本国使用Novarex疫苗 而BASI省也都将获得更多治疗 新冠肺炎的抗病毒药物 在亚省方面 由于5至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偏低 为了鼓励接种 亚省卫生当局将会安排各地公共诊所 于3月2日至16日期间 为他们提供无需预约接种服务 亚省卫生当局今天也都收定过去5日的确诊人数 最新数字为3134中 而上个星期四起的染疫死亡人数 则为53人 新时代电视唐苑桥报导